臺灣的長公司是世界數一數二的 官方並沒有去好好照顧功能 也就算還能夠擅自預約立法權進行功能的國定家人 我們絕對會堅持要為我們自己公共交易 好像把勞工當猴子耍一樣朝三暮四 對於公時這個不只是錢的問題 更是勞工的休息的問題 勞工的工作權利我可以說部的權利 我們要民進黨 完全執政之後就要擔起完全的責任 新國會勞動權益第一站 還我七天休假 還我七天休假 立願立即審查 還我七天休假 新國會開業已經一個禮拜 那我們會持續要求他們立刻審查 並且廢止勞動部片面發佈的這個 勞動基督法施行記者的修正案 甚至包括兩位直轄市的勞工局局長 包括這個桃園市的勞工局局長 還有新北市的勞動局局長 兩位呢都參與了這個連署 有的會問說啊 這七天過去不是就已經沒放假了嗎 在過去這些七天啊 之所以莫名其妙的沒有放 並不是法律上面沒有 勞動基督法施行記者一直都規定 勞工國定假日是包含這七天的 總共是19天 但是因為過去實施的仍然是雙周八十四公時 勞動部自己片面解釋 如果你的公司已經進行了是單周四十公時了 所以你每個禮拜好像少工作了兩個小時 那這樣的少的數額就可以讓資方片面 來宣稱這七天假可以不用休假 做一個挪移的動作 這個挪移我們當然認為違法 但無論如何到了今年1月1號開始 我國已經實施單周四十公時了 也就是公時縮減 公時縮減之後 勞工的七天國定假日 依法就再也沒有農移的權利 依法勞工再也沒有所謂好像少工作的問題 以至於這七天本來就比較休假 然而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們的政府就主動大比方資方議會把七天砍掉 我們有非常多同學他其實是打工族 那其實一直以來政府在校園的勞動議事 或者是說勞動權利方面都沒有進行去 promote 或者是說去提倡 或者是說去保障 去做保障的這樣的動作 那比如說我現在我們有非常多同學 他其實家裡的經濟不一定是很好 那他得去打工 那他打工 他其實勞動部裡面評估報告就寫了 當這個七天假日刪掉的時候 對於打工族而言 他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被砍掉以後他等於這七天假日去打工 就沒辦法利兩倍工資 勞動基準法適應系者在法律上面的性質 是所謂的法規命令 是勞動基準法的執法 勞動基準法的執法 這個法規命令呢 依據我國的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他的規定主要有三條 第六十條 六十二條 在第六十條裡面 他們清楚的說明 法規命令 應送這個立法院進行審查 所以 目前呢 其實在去年 因為勞動部有多次的抗議 立法院已經將勞動基準法適應系者 從備查改為審查了 目前正在衛有防衛有黑 那我們接著看 在第六十條有規定 院會交付審查後 應該要在三個月內完成 扣除修會期間 從去年十二月中 扣除一月份修回 到現在 我們大體估計 如果十月中之前 我們的立法院沒有做成決議 那麼這樣的一個事情 將會依法而就自動生效 所以時期非常的緊迫 新國會絲毫沒有怠慢的空間 第三條 六十二條 他們清楚看到 法規命令 如果立法院認為 抵觸法律 或者因以法律令為定資 那麼他們可以議決後 通知原班 原機關 更正或廢止資 所以很清楚 我們的國會是有這個審查權的 他們逃掉 他們必須要面對 好像把勞工當猴子耍一樣 朝三暮四 我們不知道說我們縮減的這個 雙週八四變成每週四十 既然是要我們拿七天國定假日去換的 如果我們當初勞工知道是這樣子 我們當然不會認為說 馬政府你為了維持你不要像六三三一樣的政策挑票 然後去做一個假信的週休二日 因為每週四十公尺也不是真的週休二日 剛剛佳樂府公會也好 很多媒體其實有很多人 現在還是維持一週上六天班 也許只是把每天的八小時縮減成六小時二十四分 每一個資方他在精算公尺的時候 其實都牽涉到他背後要付出的工資 這就是我們勞工非常不平的 你政府怎麼可以那麼的偏向資方 勞工好不容易能夠從一個過勞的環境狀態解脫 來從這個縮減公司 我們以為政府是一個善意 但是你今天把國定假日縮減掉 又實質拿不到加班費的這個情況 其實勞工的過勞情況只會更慘 不會更好 當時候他的說法 這個都有錄音可以證明 七天的國定假日這個法令 我們不會讓他過去 如果我們這邊我們指的是民進黨 可以主導國會的話 我們還是會把它變成審查 注意現在民進黨當時候還沒選舉 現在民進黨在立法院裡面已經有 六十八席絕對多數的席制 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的藉口 我們要求這個部分民進黨必須要做任何 馬上的處理 我們聽到民進黨的黨團是會傳來一種說法 說他們會嚴格審查 但是他們傾向的目標是先處理 把讓勞工真正可以從現在勞基法 現在是七休一的週休改為七休二 我們要說這兩件事是全然沒有關聯的事情 是分開來的兩件事情 勞工七天國定假日被砍 結果效果很簡單 一年十九天就改變成十二天 如果這一個命令被廢止 他就可以恢復成十九天 我們十九天加 另一方面 勞工當然應該要立刻十四週休二日 七休一改七休二我們當然也支持 但是我們反對這兩件事情把它做混淆 把它做好像只要改成七休二的提案 他就不用來面對到底是不是要恢復七天假 最主要的原因是 實際上七休一改七休二能夠直接保障到的勞工 畢竟只會是原來非收休二日 而且現在依然非收休二日 但是他工時只有四十個小時的勞工 也就是現行 所謂仍然採取非收休二日 但是他把工時進行調移 讓他可能一個禮拜工作六天的這種勞工 每天縮短一點點工時 但要做六天 這樣的勞工當然應該要立刻保障 但更根本的 我們要說七天假的問題是 所有的勞工都受影響 所謂已經收休二日的勞工 原本在那期間可以休假的如我們剛剛所說明 現在變成不能休假 原來非中休二日的勞工 今年開始改成中休二日的勞工 這期間假他也沒有了 他原本在這期間假就可以休假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不容許他被混妖 那我們工作團體到在去年的12月25 也就是柏林假日的休假最後一天 我們到了國民黨的競選總部 朱立倫的競選總部去 但是我們其實是去訴求說 要朱立倫出來負責 因為畢竟他現在還是執政黨 但是他是以告我們的方式來回應我們 而且是以毀損、侵入住居 還有違反選舉辦免法 選辦法的這個罪名 來告我們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說 國民黨政府 你不但不聽勞工的聲音 不重視勞工的聲音 而且還以這樣子的手法 來汙蔑我們 來告我們 我們一會兒的 ty 在大跟全